我們現在請劉堅果招偉,謝謝 謝主席,有請我們徐部長 部長,今天是本會期最後一次委員會 部長有幸受到徐招偉邀請,來最後一天再到慰望委員會來做報告 謝謝劉委 那要不要談談這個會期的感想 還有做什麼事情,還有什麼事情要再努力 然後下個會期的願景又是什麼 謝謝劉委員,今天這個會期最大的感想 覺得最感動的就是我們那個派遣勞工的保護的法治 在這個會期,在劉招偉的這個極力的支持下 四個條文,極力的主張下 然後讓四個條文都能夠順利通過 我想這個是真的是一個重要里程碑 也讓這個派遣工擺脫這個免洗快的一個過去的這樣一個困境 所以這個真的非常感謝 謝謝,那下個會期我當然 尤其也做比較重要的法案 包括我們中高齡機會專法 應該下個會期是可以進來 還有包括直載保險單獨立法 最低公正我也希望說能夠這些新的法案都能夠順利的來推動整個立法的能夠完成 好,那我們就其中先來講一項好不好 就是蔡總統他表示嘛 他過去三年做過許多事 那有十個關鍵字 叫做加薪、減稅、擴大投資、產業升級、灰惡家園、綠色能源、年金改革... 拼做起來就像台灣現在跟過去最大的差異 也就是國家未來那個圖像 那你看喔,他第一個關鍵字 的第一項叫做加薪、減稅 那今天我們就針對加薪、減稅來跟部長討論了 好不好 就是說,今年基本工資 審議委員會預計在8月中旬又要召開 那請問部長,今年會不會調漲基本工資 對,法委員當然 要不要調漲或調漲多少 這個應該是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一個職權 但我站在勞動部的立場 我當然是希望 能夠朝加薪的這樣一個方向 來走 好,謝謝部長有這樣表達 我有部長給我答覆說 要保持總理 部長絕對不能保持總理 因為基本上 這個也是蔡總統他的一個宣誓 你看 我們現在 我來講一個歷史的背景 2012年1月1號 基本工資是18780 2018年的1月1日 基本工資是22000 為了這3220塊 我們走了6年 足足6年 那2019年的1月1日 基本工資已經來到了23100元 所以 總統也曾經講說 基本工資要達3萬 到達3萬 我們現在從23.1K 應該講 就是說2萬3千1 要到這個3萬 還差了6千9百元 部長 你們的規劃還有多久時間可以達成 嗯 八委員 因為這個年限的部分我想 我們比較難說用規劃的來說 但是我們是希望 我想規劃不能講7成 我們是沒有 我們是當然希望 能不能在 呃 蔡總統如果 的任期內 包括他去 就是連任的任期內 把它完成這樣 是這樣 是 是本屆的任期內 還是連任的任期內 你講清楚 那個差太多了 一個不到一年 一個再加外加四年 當然 因為一年內 你需要調調 從兩萬三 要調到三萬 我覺得這有困難 這不可能調幅這麼大 但是我們是希望 但是不然你可能要記在心 因為最少有184萬2000的 老公就等到部長大 所以我們是希望努力 能夠盡速加快腳步 盡速加快腳步 所以我們也沒有定期整 在一年的時間 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們預計 可以再生效多少 大約 包吻 這個我們 基本上 這個部分 會 還是要 我有想法 但是要 還是要做做委員會 你一定要努力 我會努力 你要非常努力 最好是在 本屆的 時間內 有所讓人民有感的 讓這些180萬的2000人的勞工 有覺得看到未來的曙光 有所期待 對不對 是 我在這個部分再補充一點 就是 在之前有跟你提醒 立月底前有一個 長照價要來做評估 請部長要記住 不要忘記 有 我們會開會 好 謝謝 我們有在規劃 好 我們提到加薪 那你看一個 我讓你看三個法條 員工絕對是希望加薪 而不是盲目的 這樣的一直加班 但如果加薪 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進展 那我想 過去的一些種種的 爭議的事情 也會迎刃而解 這個三個法條裡面 寫得非常清楚 公司法235條之一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第36條之二 還有所謂勞記法29條 那勞記法29條 主管機關就是勞動部 上面兩個是經濟部 這些都講得非常清楚 公司應於章程定名 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 或比例分派員工酬勞 那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公司企業若員工加薪 加薪部分可加成130% 扣勤所得 就是加薪減稅 那如果這些企業 確實都有依照 所謂公司法235至1 還有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第36至2 那基本上坦白說 加薪不是會有問題 而且看到現在 台灣整體的經濟 它是往上在提升的 然後又有這麼多的資金回流 我想未來看到 這樣的一個情況 應該是正向的發展嘛 那如果因為這個樣子 景氣也好轉 然後又有提升 然後又有這麼多 這麼優秀的一些 資本家願意回到台灣再投資 那如果台灣又 存在所謂的 加薪停滯的狀況之下 那我就覺得這是 天大的諷刺 相當大的矛盾嘛 那站在勞動部的部長 你要怎麼做處理 真的是謝謝委員啦 對這個低薪 加薪的問題的一個關心 然後我也是覺得說 這個 加薪的問題一定是 不能單靠政府片面喊話 一定是 民間跟公部們這邊 一起來努力啦 那像剛剛委員所講的 其實有這麼多條例 包括說 如果這些 整個經濟情況是好的話 那我想 政府應該用各種措施 來鼓勵 這個企業能夠加薪 把利潤分享給 所有的勞工啦 對啊他如果不願意呢 那 站在勞動部的立場 因為部長曾經講過 勞動部是勞工的副身符啊 對的不是橡皮圖章嘛 對不對 那我們又有這些話條 的依據 那如果企業又不配合加薪 也不叫不配合加薪 原本他就應該加薪嘛 對不對 他創造 有更多的這樣的一個 英語情況之下 然後又有相關的話條 那些依據 他又不知道話條的依據 來 來處理的話 那站在勞動部應該 有什麼立場的表達嘛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會 跨部會 用一些政策工具 來使這些企業 願意來配合 這個加薪的一些政策 部長就你掌握啦 以去年度啦 以去年度來講 有多少個企業 他因為 因為有創造更高的這樣的英語 然後對他的員工有加薪 大致上你知道的 這樣的一個建築站 所有的企業比是多少 你們有沒有掌握過 欸 這個目前我手上沒有相關的 但是勞動部應該要有手掌握才對嘛 一趴兩趴五趴十趴二十趴 還是大約值 是 我們有做 是不是要來鼓勵這些企業 如果有跟員工加薪 應該要有公開資訊 透明的讓大家可以查詢嘛 對不對 這樣要有企業為善不予人之 還是依照遵守國家的法律在做的事情 我們目前其實大概 我們可以 譬如說我們有一些 有一些講 譬如說我們工作的生活平衡獎這些 我們掌握的這些企業 就統計的資料知道他 因為他來參選 參與這個獎項的比賽 會有一些他們提供的資訊 但是我問一下去年 叫假是吧 那未來我們我們在 為您的建議 我們在做這方面的一些 應該有一些統計的資訊 這個不應該是只有我的建議 應該是勞動部應該 應該算是叫做基本工吧 因為加薪這個議題坦白講 第一個也是 也是蔡同同的首要的事情嘛對不對 那加薪就減稅 他不加薪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在跨部的過程裡面 要求經濟部 依照公司法 依照這種企業發展條例 就要求加稅啊 要求財政部要加稅啊 這個我們在 對不對 財政部經濟部 有依照這些法條 在做的這些企業 我們需不需要替他公開的 來公告 讓台灣的這些勞工很清楚 打起一家企業 人家是確實在怎麼樣在做 依照法律的規定 然後也願意配合政府的政策 然後他自己本身 也願意來做這些事情 我們要諸多鼓勵啊 當我們有在辦評比的過程裡面 這樣的一個數據 這樣的一個佔比 應該我們更應該掌握嘛 是 從現在是108年 照理講這五年就應該要做了 還是這三年就必須要做了 嗯 多少企業 願意為員工加薪 而且是節節上升 10% 20% 30% 嗯 是 站在勞動部 捍衛勞工的相關權利 還有勞工期待這樣的 加薪的一個目標 我想他都不應該來做這樣的一個 一個處理吧 106年有加薪廠商站在我們 好OK 包委員 我們現在這邊的 主計總處的資料啦 是 他目前的話 他是 調查到106年齁 那106年齁 那106年有 調升經常性薪資的廠商 佔了28.2% 16 28.2 那105是多少 105 這邊有主計處的 沒有 這個要再查啦 應該要再查105 106沒有比105高嘛 未來的107有沒有比106高嘛 我只要這個簡單的數據就好了 今年的還沒發布啦 今年的還沒發布啦 是沒有錯啊 但是主席總處應該可以提供一下訊息吧 是 現在已經108年5月了啊 能不能把這個訊息給我們知道 如果整理企業是 所佔的 加薪的比例是 有節節升高 那當然我們要跟勞動部 要跟這個政府鼓勵嘛 如果是往下降的 當然我們就要批判了嘛 好 這個部分我們再把數據給 給 現在沒辦法 大致上講一下嗎 還是這個 發告委員因為他的資料還沒有發布 發布之後 你是講107嘛 我知道嘛 那我現在講106對比105嘛 105對比104嘛 105我再查一下 發告再給委員 委員現在要啦 你先查好不好 我最後一個問題再救教部長一下啦齁 外勞的金融比例 我們現在的天花板是40%嘛 40對 對 那xtra是什麼東西 xtra就是說 他不是 他就是 用 用錢來 來買他的扣打啦 因為其實他這個就是 不是因為薪資 條件低 齁 找不到人 另外讓他付費可以來 增加那個比例 增加那個比例 對 對 增加那個比例有沒有上限 有 有 什麼樣的上限 他每個產業有不同 反正最高不能超過40 所以就是不能超過原有我們設定的外勞金融比例的40%啦 對 對 對 那我們又多一個xtra 然後這個xtra 然後這個xtra 就是用錢去買 然後他不管怎麼做處理都不會超過原有的40% 對 好 那你現在鼓勵台商回來 跟現金 跟留台灣的廠家 外勞的金融比例更20% 使用的情況 處理的方式 差異在什麼地方 呃 最高還是不能超過40% 是 然後該繳的那些就業安定費還是一樣 是 好 要繳 那他們要回來 我們鼓勵他們回來 所以我們有 有別於 現金跟留台灣在打拼的這些廠家 的外勞比例 我們再多加10%給他 是 是這樣 那你會不會對 跟留台灣這些廠家 不公不平 欸 當然這個部分 當時候行政院是希望這些 在原來在中國的開商回台投資 所以 我們當然鼓勵他們回台投資 這沒有錯 我們也節省歡迎 所以有一些專案的 呃 專案的當然 專案的 呃 條件啦 對 這個算 所以對 當然相較於現在的台商 你除了專案條件裡面 有沒有去限制說 你是什麼樣的產業回來 我鼓勵你回來 所以 有有 他有一些條件 比如說他要新 五加二的產業 五加二的產業 對 然後 他 要 要一定的投資 投資 當然在台灣一定的投資 他就是要回台灣投資 沒有錯 對 他就是超過那一定的投資 報告委員 他第一個 他就必須符合全新設廠或擴廠 一定規模以上 第二個 投資金額一定要 一定金額 高科技產業 要兩億五千萬 那其他產業要五千萬 另外也要創造 本勞新就業 達一定人數 而且聘僱本勞薪資 我們這邊要求要三萬 本勞薪資一定要三萬以上 那如果現今已經跟有台灣的廠家 也是在五加二的範圍裡面 然後他都有照你們現在講的這些條件 或是幾乎已經提進這樣的條件 他反而沒有那個外加的10% 會不會造成不公平 你懂我意思嗎 我是不曉得 我是起來了解這個事情 其實這個案子 其實剛開始就有這樣的一個聲音 所以我們也認為說當然 這個是整個政府的規劃 但是我覺得 當然 反台投資的廠商 我們要鼓勵 要協助 但是也不能忽視我們本國的 原來就在台灣根深蒂固的這些廠商 對啊對啊所以我才講說 你現在這樣的一個政策情況之下 會不會造成 已經在 跟由台灣這些廠家 在這邊打拚這麼久的人 而且 有時候就因為外勞金融比例 一直在RQ 勞動部一直在RQ經濟部 相信部長下鄉之旅 都有聽到這樣的聲音嘛對不對 對 八委其實這個部分齁 其實這個 這些措施協助的措施 其實也是短期啦 三年而已啦 就是讓這些 目前要回來的 在短期內 三年內齁 跟由台灣的廠家 他可能 然後 他也是期待 不管這一年兩年三年 他持續要你趕快 那當然也 可能如果他們有一些需求 或許也可以來齁 做一些思考齁 也 我覺得 都要平衡啦 是 對 都要平衡齁齁 你要平衡齁 我會督促這個事情齁 你不平衡就糟糕了 我覺得這個都是創造就業機會啦 如果說真的是 不管 那不行啦 我們那個 外勞的部分不行 我們 報告委 我們其實在這個案子 我們很堅持本國人就業機會 會 所以我 我到比例沒有放寬 第二個 我要求本國的那個 就業的那個 那個薪資 一定要三萬 好 謝謝 趙偉 最後再一件事情就好了 好不好 因為這個跟勞動部有關係 這個齁 我上禮拜五有召開一個記者會 我們副市長也有去齁 六青 剛才吳坤義偉特別叫六青 六青有叫員工 去填寫這樣一個調查表 這調查表裡面 我簡單練幾段給部長聽齁 申報災損之原因齁 就是六青四十七號發生了公案事故 然後 他們六青裡面的員工 因為繼承承出參與 在麥寮鄉這個附近的這土地 他因為他本身 又擔任這六青裡面公司的員工 他土地是交由母親或當地的 合夥的養殖人 在養殖嘛 簡單講有文革 有相關的這些海產類的東西 但是因為 近年來收成率極低 在這個公安事故發生後 聽到廣播與村民一起前往相關所登記 養殖面積及現況情形 他聽到 有在廣播 可以申報受損 所以他就去登記了嘛 對不對 他講是這樣 他現在 詳述實際災損情形 第一 員工本人得知此事後 經營與母親及合夥人溝通 了解文革死因相當複雜 而近幾年雲林彰化文革死亡率約60至78 非這次氣泡所影響 以說服並取得他們同意 不再提出文革死亡 不再提出文革死亡這照片 放棄申報災損 嗯 其間 也利用加入回賣鳥 會同廠區主管勘查實際情形 並協助與地方人士溝通 好 又簽了員工 要簽這個調查表 站在部長你專業的判斷 你覺得 這個員工簽這些內容 是一個實際上 的狀況 使然 沒有任何的 壓力 很自然的情況 很確確的了解情況之下 他去簽的 這樣的一個意見調查表嗎 嗯 這個的確會讓人家有一些 一律啦 會認為那個員工 他可能不是破為自願 是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委員 我們 您的記者會 召開之後 我們了解這個情形 我們已經跟工業局聯絡了 好 我們也會 呃 跨部未來去 去台說 台華公司這邊要去溝通 希望他要依法 辦理 不能用這樣一個方式來 剝奪 勞工應有的權益 六親還在當天 記者會完之後 高階幹部馬上對外 在火刃 而且講說 絕無此事 希望這些 民意代表 不了解六親的實際 作業狀況 不要在那邊 任意的抹黑 跟扭曲 我只是說 用這一張 這總共有一兩百張 我掌握到訊息 而且是地方的議員跟民代 提供給我們的 當農委會也編了預算 與月俗 相關單位 都在了解 六親實際上 4月7號的爆炸之後 產生的榮損狀況 都還在調查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員工 現在就可以馬上寫出說 與實際 跟爆炸無關 而且他還要去跟周遭的人溝通 請部長 是不是快速進查 是 部長能不能直接了當 直接到六親 你就去查吧 好 這我們就依法來處理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劉建國招委 這會局也辛苦您了